画面中前方蓝色小货车 先是车头向右偏移 随即整辆车发生翻滚 直接朝护栏翻去 衰落约五层楼高的五阳高架桥下 放大画面慢动作再看一次 小货车车头突然向右 整辆车打横后就向左侧翻滚 一圈 两圈 三圈 第四圈后 就整辆车翻落到高架道路下 这起发生在五阳高架 南向55公里处的车货以外 吓坏了后方目击驾驶 国道一队在接货报案后 立即赶抵小货车摔落地点 只见蓝色小货车车体 已经严重变形 奇迹的是车内一对母子 意识还算清楚 立即进行简单救治后 紧急送往属立桃园医院急救 目前我们两侧高度约15米 母亲是头部外伤比较严重 但是目前意识都清楚 那儿子呢 儿子比较轻微 就是跟自己的货物做伤而已 回到货车翻覆的高架道路上 可以明显看到撞击痕迹 而货物则散落已地 这起五阳高架通车后 第一起翻落事故 究竟是如何造成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一次是小货车后轮爆胎 导致在高速下失控 才翻滚出护栏 所见这对母子 都有系伤安全带 仅受到轻伤 幸运的大难不死 但警方仍呼吁用路人 行驶国道前 仍应做好安全检查 特别是论胎的状况 记者刘志展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